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琢磨了怎么办 最难就这个 如果他愿意相信别人给他的建议都还有救 但是往往磨的力量超过了就没办法 所以就像我们有一个师姐 有时候会叫来叫去 很可怜 有时候不是他的意思 他身上有魔鬼 然后会生气 但是他又喜欢人家注意他 一个人琢磨有一个特色 就是喜欢人家注意他 跟人家行为有点怪异 所以各位你要分析你自己有没有怪异 如果别人东你要西 别人拜你要站起来 这就你琢磨了 你要很小心 所以你要观察自己的生育 不要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佛教讲和谐空气 你硬要跟人家不一样 表现自己 凸显自己 那你就有一点琢磨了 那有些琢磨是贪财 有些好色 有些打人骂人 像赵玉一样 忧郁症都都是琢磨了 所以这些 但是大部分也跟祖先有关系 如果你的祖先有琢磨的 赵玉症死了 那你就会有赵玉症 所以因为他讨你的祖先的债 你没还完 祖先死了 他找子孙 所以这个琢磨就是要忏悔 那当然佛教里面像愤怒连食心咒 它很强 或者要施吼观世音菩萨咒 它很强的 所以对这些有帮助 但是就是说念的人动机要正确 要有些太强了 还不能念出声 但是基本上 这个被念的人如果要改变 他要接受 他如果不接受就没办法 当然外在的力量有一点力量 但是如果知道 对方琢磨了 你很多是因为他的念头 这个磨 内神通外磨 你内心没有这个不对的想法 磨就不进来 你有一个贪念 贪磨就找你 你有欲望 欲磨就找你 所以我想 佛教讲究竟来讲 就是空性 超越一切 但是有些人已经琢磨了 他怎么可能有空性呢 所以就靠外力帮助他 所以这个外力 就给他一些助援 比如说你可以帮他回向 超度 修除脏法 这些 但是你最好 这个人琢磨了 你还要先认定说 他身上有一个让他琢磨的 王魂先这样认定 然后这个王魂你要跟他 做功德 安慰他 对不对 慢慢让他心甘情愿 超度 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 态导的 我们 把 诉